今天1月25星期一 市場仍然咬住3萬點的高台 因為今日指數是技術上的回升 幅度很明顯 原因是騰訊、港交所、阿里巴巴、美團 這幾隻重磅藍酒都出現明顯的上升 騰訊曾經見過747元 美團典併也見過407.6元 港交所更加一條戲抽上546元 阿里巴巴也上班261元 即使其他重磅藍酒股原地踏步 只是這幾天上升 指數已經可以一直向著3萬點的平台再推進 到底能不能夠穿頂 就要視乎成交金額了 因為上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成交金額 是有少少放慢了 但跟上星期二、星期三的勢頭氣氛比 似乎還是差一點 看看指數 早市先高開230點至29,677元 技術上有少少拉腳而低見29,673元 但跟隨而來 騰訊、美團、阿里巴巴和港交所的重磅藍酒 不斷向上推進 直至現在大約11點15分 指數曾經高見3萬015點 相對上星期五的收市上升了568點 指數一直咬著高台 其實一個部署很明顯衝著 星期三的期指轉創 和星期四的期指結算 因為一中做淡的 如果在上月底或早前做淡的 我們一直不肯計數 而持續地轉創 到這個月又要附上沉重的轉創代價 但單靠指數成份股一直向上升 是否市市一直只升就不會回 這就很難去界定 因為實際上 如果一直都是根紅頂白 一段時段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不可能長期都是這樣 所以現在這一分鐘 在根紅頂白的勢頭下 我們的參與是沒有辦法的 你不可能逆勢而堪 但如果你全身投入 很勇武地追進去的話 你也要慎防 2月上場的大市 可能會有少少波動性的反覆 因為這條10天線已經升上 29,145點了 市如果是反覆的 整固就沒有問題 如果出現明顯的回調 是有機會碰到和觸及 觸及那條10天的平均移動線 我講了很多次 指數如果觸及10天線 不是代表大市會大跌 但最低限度 一個所謂不斷逐步向上沉頂的形態 可能要停一停 其實也很正常 好,看看 瑞通那邊有幾隻牛仔 給大家參考 恒指牛59810 恒指價是29,320點 相對現在來說 還有一個空間在上面 美團牛是59829 恒指價是353.8 另外一隻騰訊牛是59813 行駛價是674.5 大家記得 不論是美團或騰訊 現在都是個高位 所以 部署的牛證時間 大家也不要重手 乘下順風車 順勢而行 當然沒有所謂 但重新再作重倉的部署 這個水平賣 我總是覺得有少少隱憂 因為整個大市由10月22日的低位 25,998 去到今個月21日的高位 30,135點 四個星期已經升了4,187點 即使不調整都要消化 只不過現在大市是咬著高台 以及資金仍然是根紅頂白 你的市場就變得肉霸不能 但市肉霸不能 可能作為我們投資者來說 都要有兩壽準備 大部分的投資者都希望 在市況不斷向上攀升之下 是賺錢 但在根紅頂白的勢頭 仍然延續之下 沒有辦法 你買些未升的股份 它真的沒得勝 就算有少少幅度的話 相對大市來說 都仍是小幅度的上升 那你願不願意 在這麼小幅度之內 是賺取少少的利潤 如果願意的問題這麼大 好了 接近中午的分析 就說到這裡